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一起继续来聊一聊美国的大选 美国的大选呢现在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呢 很多人说他们那个未来人的预言呢 恐怕要失效了 为什么呢 因为拜登呢很有可能会当选总统 拜登为什么会当选总统呢 因为他的民调太高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很有可能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因为马上就到十月份了 俗称这个旌旗十月很快就要到了 旌旗十月 然后呢结果还真的出现了新的问题了 这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好像是拜登的儿子现在出问题了 那拜登的儿子这个到底出了啥问题呢 为什么说拜登的儿子神助攻川普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呢对未来人的预言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呢这个拜登的民调领先啊 包括最新的我们看到的几个民调啊 说是他在啊哪怕说是就就说是那个加州啊 加州的民调他也是领先的 加州里大家都知道 加州他他肯定是领先的 看到没有他加州肯定是领先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呃按照现在的民调好像是七三 那这个民调那就非常恐怖了 因为按照以前的加州的那个民调的话 就是正常的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般是六四开 六四开 但是呢今年呃到了这个川普这个民调的时候 居然搞到了七三开 那么这个七三开就实在是很恐怖啊 对吧 那就等同于说呃 现在就是所有的这个呃支持这个川普的人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这个实在是太恐怖了 实在太恐怖了 所以啊 怎么说呢 那就是那个现在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很多人就担心 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 呃那恐怕这个川普当选真的很危险了 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话 那未来人的预言包括kvk预言的说川普能够连任 那是不是也会出问题 对吧 呃所以这个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 没想到这个旌旗十月真的是提前上演了 因为我们一直呃有传言说这个啊 那个美国大选之前最关键的一个月就是在十月份 那么十月份如果说就像这个上一次那个川普和希拉里竞选总统的时候 本来希拉里也是民调领先就在这个旌旗十月的时候 居然那个那个FBI是吧 我觉得FBI对说要开重启对希拉里的这个邮件门调查 结果导致希拉里在那段期间呢丢失了很多选票 这肯定是有影响的 所以这个十月份真的是非常关键 现在马上就进入到十月份了啊 最后最后的一个月的冲刺 结果这个旌旗十月提前上演 我们来看看上演了哪些东西啊 这个是9月24号说是美国参议院发布初步报告显示 拜登的儿子亨特在外国收了不少钱 然后呢川普团队呢第一时间打广告 说如果拜登获胜则拥有拜登 呃家族财务利益的外国利益集团也将获胜啊 那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恐怖了 是吧 这个可以说这个这个这个 他的儿子真的是神助攻川普了啊 在这个时候报这样的丑闻 那么而且不仅仅是这一个丑闻了 还有传这个拜登儿子的这个呃什么性性奴丑闻啊 说他的这个什么性爱录像啊流出来了 当然这是推特上传的一些东西啊 呃反正这个美国的左媒报报一般都不会去报这个民主党的丑闻的啊 民主党的丑闻实在太多了 所以呢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不太知道啊 但是呢如果说在这个10月份出现这么多啊 跟拜登儿子有关的丑闻 这个对拜登的影响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 呃这个真的是可以说是对川普的神助攻 尤其是在川普处于非常弱势的情况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呃如果说这个新闻不断的扩大化的话 就是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这样的一些丑闻 那大家应该会更清楚拜登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 对吧这个实际上是意识的 然后呢这个呃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川普子女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川普的子女有多少个啊对吧好几个了 但是他每一个子女你看看有像这个拜登的儿子这样的丑闻吗 拜登据说好像啊原来还有一个儿子啊 这个儿子已经死了好像是因为这个癌症还是什么 老你老刘癌症还是什么啊那就不说了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儿子呢这个丑闻实在太多了 他一个儿子都出这么多丑闻 你可以想象一下对吧 这个这个事情可以体现拜登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是吧 所以从这种对比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啊我估计很多朋友呢也是有子女的人 对吧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你这个你这个人对吧 你连子女都教育不好 你觉得这个人至少会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吧就不是说他肯定是有问题 但是他至少在某些方面肯定是有问题的 尤其是在一个子女的这个这个道德 还有各种这个他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 对吧他连自己的子女都管教不好 你说他有可能把这个这个这个政治问题搞得很好 我觉得不相信啊就是你连这个家庭都管理不好 你能够管理一个国家 我不觉得这个是可信的啊 所以这个这个本身就是什么 当然拜登本身他自己有问题了是吧 有可能他他儿子学的都是他那一套 只是说他隐藏的更深没有没有暴露出来 而已对吧所以总而言之呢 这个事对川普的连任应该说是有帮助的 而且是极其有帮助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未来人预言的美国大选还是很有可能成功的啊 就是啊川普能够连任啊 尤其是在这个川普在很多州这个民调都保持落后的情况下 对吧这个实在是即时雨即时雨 当然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真的希望啊这个川普在在弱势的情况下 能够有更多的呃旌旗十月的这个事件发生啊 能够对川普有更多的神助攻 但也希望美国的选民能够真正认清楚民主党的丑恶的面目啊 拜登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了 民主党实在是太多丑闻了 只要是跟中共关心密切的啊绝对是丑闻连天的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民主党啊 看清楚拜登的这个真面目啊 好今天的话题呢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